大家好,我是小苏 这两片地里浓火比较多 我妈听不亮就下地干活了 两个儿子还在睡觉 我先起来做点早餐 今天做个鸡蛋灌饼 三分之二的面用开水和面 剩下的三分之一用凉水 火好的面醒20分钟 现在趁着醒面的功夫做点油酥 把烧热的油倒进面粉里 好了,这个油酥又做好了 现在要开始做鸡蛋灌饼 打好的鸡蛋放入小葱 加一点盐 好了,嚼勻了 把醒好的面切成小段 擀成薄片 放入小葱 拿一个薄片 放入小葱 另一个放上去 然后把边缘捏紧 擀成薄片 锅热后刷上一层油 把火的一长放进去煎一下 好了,可以出锅了 磨上一层甜面酱 加入火腿肠 放两棵生菜 好了,鸡蛋罐里就做好了 闻着特别香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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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下一个饭了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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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好吃啊 他们吃饭了 好吃过吃吃 慢慢来做吃 卖果没有果好吃 四招给大家从水中上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关注好酸浓序